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部分的話就是 按滑鼠右鍵檢查這個很重要 檢查原屍碼其實跟檢查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原屍碼就沒有讓你知道哪裡 它一下全部都有點像是全部給你 那不得了 那你要怎麼自己找 裡面你要自己在那邊看 哪一個算了不要看原屍碼 原屍碼太累了 但檢查我覺得非常棒 而且檢查的話記得 像剛剛有同學 他的版本不知道 這邊有三點對不對 三點裡面如果假設你要把它放到右邊 預設是右邊對不對 有同學好像就是在下方 Duck to button有沒有 那它就會變下方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回去的話 一樣三點再點一下 它又回去了 所以這個的話是 你希望它停住在左邊 下面上面還是左邊 不過通常在右邊 如果沒事不要亂動它 然後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什麼地方要 要變動的 其他的話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還有一些功能 我覺得還蠻值得推薦的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工具列上面這邊有兩個按鈕 在Elements的前面有沒有 這邊不是個箭頭對不對 那這個箭頭其實就是有點像 按右鍵檢視的進階版 點下去之後 這個點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它就會變成說 本來你剛剛按右鍵檢查 是原始碼會反白 可是現在如果你按了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有沒有這個按一下 按一下是有 按一下是沒有 所以你把箭頭指向哪一個 所以你把箭頭指向哪一個 那你會發現它會你指的地方有沒有 像你現在指日期它會跳有沒有 它會讓你跳到你要的那個位置 有沒有 不過它有點跳得不是很 跳得很快有沒有 像那個特別號 它這個假設我特別號這邊有沒有 它就會跳到這裡 但是你可能要看一下它顏色 顏色沒有很清楚 但是應該足以辨識 好如果要把它取消的話 就再按一下 就取消了 另外旁邊這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 它可以把它變成Device Device的話就是裝置的樣子 有沒有 就像一個 這個 然後你只要把 點好像可以點吧 可以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 它變成是整個裝置顯示 如果再按一下就取消了 所以這兩個按鈕 偶爾會用一下 OK 不過一般按右鍵檢查 已經很夠用了 其他這兩個按鈕 我想你們就斟酌著使用 那最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個最後的結果 把它存成CSV好了 OK 那存CSV的話 執行之後 當然理論上這樣應該OK了 可是好像還看到一個 一個問題 有沒有看到沒有看出來 就是資料跟資料的中間 好像有多一個空白有沒有 當然你這個空白去掉也沒關係 就感覺看到空白 我想要把它去掉 空白要把它去掉的話 當然不是叫你手動 用Ctrl-H取代 不過一樣的道理 還記得吧 我們剛剛有做了一個動作 replace有沒有 其實如果你要把什麼東西去掉的話 那它剛好在第幾欄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在那個所有的號碼 應該在第二欄吧 第二欄的話就是 TD裡面中國阿弧 1的地方 點TEST的後面再加一個點replace OK 那replace的話呢 我就是取代什麼 以前的話我是取代什麼取代成什麼 所以中間加一個逗點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是加一個空白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的資料來自於網路的話 這個空白的話 它有另外的拖曳資源 你不能直接加空白 這邊是網頁的資料 是沒有辦法直接加空白取代掉的 因為它的拖曳資源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它的拖曳資源是反斜線X A 我記得A0吧 這個是它的拖曳 它的那個資源有特殊的敘述方式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 只要你的資料是來自網頁的話 那你的空白就要記一下這個資源 這個拖曳資源可能要記一下 執行之後我們看一下 老師說這拖曳資源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資料是來自網路的時候 這個空白它會用一個固定的一個 一個資源敘述方式 有點像反斜線N有沒有 反斜線N它也是一個拖曳資源 來用這個來表示換航 那用這個來表示空白的意思 OK 那把它執行一下 我看一下空白會不會去掉 有沒有 空白就全部去掉 但是如果你假設用原來的空白不行 OK 之前有些資料如果不是網路上來的就可以了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最後的話 我們勢必就需要把它存檔 這個存成CSV比較簡單 存CSV我好像前面一直跟各位講過 反正存檔應該還記得 那三行先打一下 F等於Open 先開一個檔給它 那檔案的名稱的話呢 我也許把它存在哪裡 存在E嗎 斜線好了 這個名稱的話 也許就是叫 大樂透點CSV 點CSV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存檔 存檔的話就是 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F.right 然後裡面加一個S 大寫的S好了 然後F.close OK 好 那存檔的話基本上習慣就這三行 再來的話就是把這邊的文字有沒有 把它變成一個字串 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只要把Printer裡面的東西 把它丟到一個S裡面去就好了 還記得吧 這個的話前面都有講過 只是複習一下 那一般習慣會在FOR上面加一個S S等於空的 空字串 然後呢 就是在Printer之後 乾脆在這邊好了 加一個S 等於S自己本身 再串接 Printer裡面的這些東西 就把它變成有沒有 這些喔 就是Printer刮戶裡面的東西 放到S裡面 最後記得還再加一個換行 因為Printer本身有換行 但是 S自己本身不會加 所以這邊可能要再加一個 串接一個換行 OK 不然的話你變成沒有換行 好 那這樣的話應該OK了 所以剛剛如果你要存成CSV的話 E 加上一個 開一個檔給它 不是把它放一疊 Right的時候S S現在沒有 我就在這邊增加一個 所以S 先產生一個空的串列 在這邊S等於S加 在上面這個Printer裡面 都把它放下來 尾巴記得要加反斜線N 如果沒有加反斜線N 會沒有換行 OK 大概是這幾個步驟吧 這個是1 這是2 這邊是3 3個步驟就存蛋 OK 這前面有做過啦 只是我們複習一下 好 把它執行一下 應該理論上就存一個大樂透 應該理論上就存一個大樂透 大樂透點CSV 讓我們看一下 結果不OK 應該OK吧 如果沒錯的話 這邊應該有一個大樂透 有CSV點兩項 如果打開的話 可以看到那個大樂透的所有號碼 就直接在Essail裡面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成功了 看一下有沒有結果 OK不OK 看一下應該OK吧 看一下 這邊 號碼是對的 不過有一個地方不好OK 哪個地方 就是那個欄位名稱 第一列好像有點問題 那所以第一列怎麼辦 再想想看 它變成說重點的號碼 就把它分一欄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中邊這邊好像還要加好幾個逗點 特別號再放在這邊 這樣就OK了 不然的話你就把它按右鍵解下 把它貼上是不是 這邊把它跨欄之後 好啦反正這個是一個小問題 OK好 底下的話看一下 不過其實我後來又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這個日期好像有點問題 什麼問題 2024少一個斜線 有沒有 OK那後面如果加一個刮弧2的話 它就會不把它當日期 而會把它當一串文字 所以理論上 最好是不是可以在放日期的時候 可以把尾巴的那個刮弧拿掉 然後呢 再黏的後面加一個斜線 這樣會更完美 好啦不過這個都是後續要做的處理 那值什麼處理 想想看 那如果想得出來的話 很多問題就慢慢好解決 試試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 剛剛講到的這個純層CSV部分 先試著完成 純CSV 那再來的話 最後再想想看純什麼 純以稍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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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